好来看到三尺高的钢铁暴龙出现在新竹县台三县旁 原来餐厅老板父子俩都爱重型机车还有机器人 不只收集废弃基础打造成各式各样的钢铁艺术 也展示收藏30多台的哈雷和重机成为游客打卡夯点 门口机器战警持枪站岗 还有漫威电影里的柯博文与异形机器人 结合钢铁元素与重机展示馆 台三线上这间北浦餐厅很吸睛 我们餐厅主要的特色就是我们收集了很多机器人的部分 就是我跟我父亲我们用手自己拼凑的一些钢铁艺术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收集了非常多的重型机车 所以我们叫取名叫SRC 就是希望超级机车俱乐部 喜欢重型机车或喜欢机器人的朋友都会喜欢这里这样子 30多台哈雷和各厂牌古董重机经典款布置用餐区 全是老板多年收藏 原来父子都爱重机车 退休后选在北浦开咖啡厅 不只墙面装潢成设 全是小老板自己画设计图一手包办 室内外随处可见废弃钢铁打造的机器人 也收集别人不要的大型玻璃纤维模型 加以修复改造 像是门口这只暴龙有三尺高 是热门拍照景点 而二楼栩栩如生的3D壁画 恐龙间牙利尺 张口从墙壁穿出震撼视觉 其实当初那个恐龙头也是人家不要了 就是我们把它捡回来 想说再一次利用 然后做一次二次生命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把它修补粘贴 上漆 然后放在屋檐上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需要一个 让它更丰富一点 就是更吸睛 更让它有更有价值 所以我就是画了一个 研究了一个3D壁画的概念 去套用在上面这样 学设计拥有美学天分 杨育成赋予废铁新生命 店内外超过40件钢铁作品 加上珍藏古董车 要分享给爱车人 也成了游客打卡夯点